你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参议员证实俄军伤亡惨重 普京被打脸 这是俄罗斯的参议员的名叫纳鲁索瓦 他在俄罗斯参议院发言作证的时候说 他说昨天我看到了一支部队 我接触了一支部队 他们当初是被迫签署了合同 是一支合同部队 他们现在从乌克兰撤出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伤亡惨重 惨重到什么程度呢 他说其中有一个连100人 只剩下4个人能够活着回来 这个伤亡比例 不仅粉碎了俄罗斯官方宣称的 只有七八百人上升的那个数字 甚至超过了乌克兰人的预计 因为乌克兰人预计是9200人 将近1万人 俄罗斯人被打死 因为俄军这次打仗 他跟以前历史上的任何军队都不一样 他随身带着粉丝炉 也就是说呢 对于在战场打死的士兵 他直接就救护车 假装是伤员拉走 拉到那个粉丝炉呢 直接就给烧掉 所以呢 俄罗斯的这个普京 真是一个恶魔 让这个家属呢 身不见人 死不见尸 然后就说他失踪了 逃跑了 啊 我们没有看见他伤亡 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这也是中共军队的这个惯例 呃 这个揭露俄军伤亡的这个惨重的参议员呢 是说不掐克的妻子 很多人恐怕都忘了 说不掐克呢 是普京的恩师 一手提拔了普京 呃 在这个当年的这个彼得堡市长的任上 把普京提拔为助手 后来又让他 呃 又把他推荐给了谢里庆 然后呢 普京呢 才飞黄腾达 所以说呢 普京也不好意思 对他这个恩师的妻子动手 呃 共产国家呢 其实呢 不管苏联还是中国 都有隐瞒伤亡的传统 这个传统呢 也是俄罗斯的传统 呃 即便是没有共产党 他也有这个传统 中国军队更是如此 呃 比如中共头目呢 在不同场合都讲过 为了夺取政权 中共牺牲了两千多万人 但是呢 中共的民政局 那里面有数字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他到现在为止 也只承认 一百八十万人是劣势 也就是说呢 呃 大约呢 十三分之一的上升者 才受到正式承认 呃 中共在朝鲜战场上 起码有一百五十万人 被打死 但是中共承认了 只有十一万人 呃 所以说呢 这个比例呢 也合乎中共的比例 那就是只承认 十三分之一的人为劣势 我呢 以前呢 呃 我受到中共迫害的时候呢 六四之后呢 我被关押在半部抗讯所 正好呢 我的旁边 我睡二号铺 一号铺呢 就是一个朝鲜战争的老兵 呃 叫张国龙 现在恐怕已经去世了 呃 因为那一年 他已经五十多岁了 现在活着的话 也快九十岁了 他说呢 当时呢 呃 这个 也就是十三个人里面 大概就有一个人 才能被认为是劣势 其他人呢 哪怕你家属后来上房 闹上几十年 你都不可能获得这个劣势待遇 呃 所以呢 这次如果把俄国官方公布的 死亡数字乘以十三 呃 那就是说呢 七八百乘上十三 也就是一万人左右 但是呢 那仅仅是丢弃在战场上的俄军尸体硕目 呃 其余呢 可能呢 还有一些人 已经被俄军的分尸炉烧掉了 呃 俄罗斯这个民族呢 是一个非常血腥残忍的民族 就是那些的 特工组织 比如说普京的特工 呃 主持管理这些分尸炉 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人烧了 也不问姓名 什么也不问的 呃 所以说呢 呃 为俄罗斯 呃 或者 为普京卖命呢 真的很悲催 呃 另外呢 一个好消息呢 就是英国外相今天宣布呢 呃 所以英国外相说 就把那天 那个难民安排在那些 那个寡头的豪宅里 因为那些人呢 基本上都是普京的同伙 他们呃 利用这个普京给予的支持 或者垄断的呃 这个经营权利来赚取暴利 都是一些属于寡头 他们这个赚了暴利以后呢 呃 分给普京一部分 就是普京的暗中有股份 呃 普京我给你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的钱 给你偿在瑞士 或者给你偿在英国 或者给你偿在呃 这个你指定的任何国家 或者银行里面 呃 所以呢 这一次呢 这个欧洲呢 愤怒的就是没收了 这一帮普京的这些同伙的 这个豪宅呀 还有游艇呀 什么的 呃 那个游艇也能住不少人 呃 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游艇呢 据说也被德国没收了 呃 现在很好 干脆就让他 嗯 把他们分给难民来住 这样呢 让呃 乌克兰那些饱受战争磨难的难民呢 也能享受一回好生活 呃 还有呢 这个俄罗斯人呢 其实很苦难 他几乎是一夜回到了贫困生活 呃 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人呢 虽然好像外表很强大 但是外强中干 呃 普通俄罗斯人的生活都一直很贫困 呃 那时候呢 他们甚至连榨薯条都吃不上 呃 一年到头呢 也就是吃些白菜汤啊 什么香肠啊 面包啊 当然这些跟中国相比还是很好的 但是 俄罗斯的生活水准一直是很低的 跟西方相比 他们是始终 应该说过去一千年来 都是最贫困的欧洲人 呃 俄罗斯人呢 后来呢 就是因为苏共灭亡之后呢 才有了十年的好生活 因为那时候西方大力的援助他们 支持他们 而且呢 他的经济也改革 变成了私营经济 但是普京上台以后呢 俄国人的生活水平呢 就呃 再也没有上升了 普京上台的时候吹牛说 给我二十年我还你一个崭新的 强大的俄罗斯 结果现在俄罗斯呢 可以这么说 国家 呃 强大的神话破产了 呃 因为一场对乌克兰的战争呢 就暴露了 呃 俄军的原来是纸老虎 另外呢 俄罗斯的生活水平更糟糕 呃 比如说 俄罗斯人的这个 去年的这个平均月工资呢 大约是三万五千卢布 呃 那时候呢 是五十几个卢布能换 呃 一个美元 所以呢 折合美元呢 也就是六百多美元 但是呢 呃 美国的这个人均收入呢 大概比俄罗斯要高了八倍左右 也就是说呢 差不多五千美元 这一次呢 普京呢 侵略乌克兰 这个西方的这个 制裁之后呢 卢布呢 猛跌 跌到什么程度呢 现在今天呢 已经达到了一百三十卢布 换一美元 而且你还换不着 因为呢 俄罗斯的银行 他说呢 哎呦 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只能你 比如说你要换一千美元 他说 我们只能给你换一百 美元 呃 也就是说 现在俄罗斯人的人均月收入呢 实际上只有三百美元 三百美元整合啊 对不对 呃 跟 因为俄罗斯现在物价有昂贵 现在国际制裁使得 他大部分依靠进口的这种商品的价格都暴增 现在随便什么 我看那个青椒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已经涨到了 呃 惊人的价钱 呃 甚至都都都都都都 都几百卢布才能买上一 买上一斤 一公斤 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呃 所以说呢 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 俄罗斯呢 呃 就回 俄罗斯人就回到了贫困状态 呃 随着战争的不断这个延续 呃 西方制裁日益严厉 俄罗斯人肯定将 呃 更加苦难 而且呢 呃 谁也帮不了他们 呃 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被捆绑在了 普京的战车上 而且呢 普京那个控制的这个美国 呃 这个国会 已经刚刚颁布了法令 就任何人 不能够在这个 这个非裔俄罗斯的战争行动 不能称其为侵略 否则的话呢 可能要面临五年 十年 甚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呃 所以呢 普京呢 现在正在一步步的把这个 呃 整个的俄罗斯呢 变成朝鲜 至少是变成中国 所以呢 呃 那个网友就讽刺说 俄罗斯人民现在可能也要进行 类似朝鲜人那样的苦难行军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